首先講的是輕鬆得性有什麼用 因為有些不同的人問 有個誤解 以為輕鬆得性就是幫自己 其實輕鬆得性是一個 不止是幫自己 是幫人和幫所有的侍奉 包括領敬拜 我現在解釋一下這件事 我才會繼續講下一點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輕鬆得性本身是將聖經的教導 組織成為 首先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然後處理生命所有的問題 然後發揮生命 基本上聖經都是教我們這些東西的 將它組織出來 對自己有什麼幫助呢 就是每一天刻意地處理 譬如說每天敷乾的、沒有力量的 刻意整天活在神的愛中 被神的愛激勵 被神的愛更新我們 這就是每天我們都需要做的 這就是第一樣對我們有幫助 還有如果我們有情緒、脾氣、被人影響 有煩惱、沒有力量的 那些需要親近神來處理 以及不被人影響 所以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幫人 那幫人呢 因為事實上人呢 我所見到的人呢 就是我跟他聊天的人都發覺 他總是有些地方 生命裡面有些地方被處理好的 那有些當然慢慢一路一路處理好 但是有很多人呢 他沒有經過訓練 沒有人去跟進他呢 他是不懂得處理他的生命 於是他生命裡面就有很多的破口 不開心、煩惱、重擔了 所以在牧羊上呢 我都很多時候發覺 是要幫助這些各方面的 而我發覺包括全路人在內 很多全路人都是做到有時累 或者沒有什麼果效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我都會一樣會用 輕春德性 還有講到分辨、恩典和戒命 這個也都在輕春德性裡面 第一點就是講到活在神的愛中 而不是活在戒命 不是活在這個重擔之下 所以在幫助人會有幫助 而講到呢 也都能夠怎樣能夠具體幫助人 在他無論他有什麼問題 例如他是 講到煩惱的 怎樣處理 講到毀生的又怎樣去毀生 為什麼去毀生 怎樣去發揮生命 其實講到裡面的範圍 都會在輕春德性 基本上將聖經的內容都說出來 除了知識 聖經有很多知識的 那些是輕春德性沒有說到的 譬如說 出埃及發生什麼事 在抗疫發生什麼事 他以色列被老 這些是輕春德性沒有說的 但是聖經 基本上叫基督徒所做的 輕春德性裡面是包括在內的 所以無論是講述信息 無論是侍奉的方向 譬如說 一個教會現在應該在什麼階段呢 可能第一步是幫助他從神的關係 幫助他處理生命 然後怎樣發揮 一步一步的提升 所以輕春德性不是單是一個 不是單是現在要聽完就算了 現在沒有問題了 現在沒有煩惱了 那就可以了 不是單是現在的 而是以後一個從今天到見耶穌面 都用來處理生命的方法 是一個整個生命的方法 也是一個幫助人 牧養人 侍奉 或者教會的方向 小組的方向 都是可以在形容 在輕春德性 例如小組的群人 怎樣幫助他們逐步逐步提升呢 雖然你每次說的時候 不需要說我現在說第七點 第六點 但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那些人很熟悉的時候 你告訴他們 讓他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基本上你很多的道 你都可以找到 將它放在輕春德性裡面 因為它是包括了各方面的 譬如很多說到 怎樣信靠神 信靠神就是第一點 神的恩典 還有第三點是神的供應 還有第三點是神的計劃 都是已經放在裡面 我希望大家 輕春德性 不要只想在這裡聽 而是去應用出來 而我們今天 在講到處理生命 可能是 講完今天 可能都講得完 大致上大家已經聽過了 如果未聽過的話 可以上網去聽 希望大家一路應用 以及應用在侍奉裡面 如果應用在侍奉有困難 你可以告訴我